好,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快上课吧 好,然后今天讲的内容是有关基础数据结构二 就是这方面内容主要就是 就是首先什么是数据结构问题 就大家如果做过八中的话肯定都做过数据结构题嘛 然后提高组和普及组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普及组是不要求数据结构的 像堆啊这些东西都不要求 然后在提高组里头像堆 然后数章数组 然后有些是线端数都是有可能会考到 然后这是普及组和提高组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吧 虽然这个区别也没有什么 普及组和提高组其实大部分内容也是差不多的 然后什么是数据结构问题呢 就长成这种样子就数据结构对吧 就你看到一个数列 然后它明确告诉你有几种操作 然后操作要么是通过插入 要么是删除 要么是比如区间加或者单点修改 然后同时询问一些信息 比如像常见的区间盒 区间最大时区间最小值 或者以及像那个最大子段盒这些问题 他现在有些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一些询问 然后这样的题你就一眼可以看出来 他数据结构问题 就是在我们比赛的时候 我们比较经常会用到的数据结构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最基础的就是堆 然后堆他干的事情 就是维护一个集合的最小值 或者最大值嘛 然后大家平时学的就是二叉堆 然后我个人认为就性价比较高 比较实用的就是左篇数 而且也比较好学比较简单 然后接着就是普及组用的 普及组用的提高组用的最多的 就连赛用的最多的就是数据数组 就每年应该都会有数据数组的题 就是数据数组它也有些拓展嘛 就是像数据数组它比较方便 可以从一维拓展到高维 然后可以从就比如像单点加 然后通过多几个数据数组把它拓展到区间加 然后像线端数它其实就是对数据数组的一个延伸嘛 嗯DP是 对就数据结构我们也可以拿来优化DP嘛 这么多话会讲 然后线端数它其实就其实 它干的事情是 就是是包含数据数组的呢 就数据数组干的事情线端数都能干 就线端数是可以说是数据数组的一个延伸 然后它是就是序列区间操作的一个重要工具嘛 就是在以后就是 像我自己就非常喜欢线端数这个数据结构 因为它有很多的性质啊 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平时接触的都是一些揽标记 这种传统的线端数题 但实际上线端数它有一些就是非常优美的一些军滩题 那些题非常的有趣 就如果等会有时间 因为今天内容比较简单嘛 如果等会有时间的话 我会给大家来讲一些有关军滩的线端数问题 然后接着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善用STL对吧 就是C++选手把C++的特点给用起来 像有一年是应该是14年 14年吗 对应该是14年的这张审选 蓝标记有的话会讲 就是14年这张审选 它考了一道就是叫做萧奇子的题嘛 那道题就是要对每一行每一列开一颗 然后开一个set 对然后用C++的话就非常方便 但是Pasco选手的话 他就是考量上 C++就没有办法呀 考量上像那个陈思雨 你不认识吗 可能大家不认识 就是陈思雨他考量上就是写Pasco 然后就手写了 就手写平衡数啊 10万颗平衡数 每个平衡数记一下其实节点 然后平衡数挂挂出去 就要难写很多很多 用stl的话其实就几行嘛 就二三十行就能写完 用Pasco又能写两三百行 所以说这就CR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行那我们就从简单开始讲起 我们堆这种东西 就堆它定义是 其实是和那个排序二叉数 它是对应的 排序二叉数是就是从左到右 就是就是横 就横着的这一围 它是从左到右单调递增的 然后堆呢 它是数着的这一围 就从从上到下 它是单调递增的 就是堆是一种 就是带点权大的差数嘛 然后其中每一个节点 就是负节点的全值 都要大于或者小于 他孩子节点的全值 然后像左边就是一个大根堆 右边就是一个小根堆 左边就是一个大根堆 右边就是一个小根堆 然后二叉堆 就是大家平时常用的堆 它就是一种特殊 就是是一种特殊的堆 它的形态是一个完全二叉数 然后完全二叉数的话 它就在存 存储起来就非常方便嘛 我就可以拿一个数组 线性塞下去 就是从左到右 依次标到一 一二三四五六 这样的话父亲节点就是 i除以二 左二字就是i乘以二 右二字就是i乘以二加一 对吧 所以就是一个完全二叉数的 一个重要的性质 这样我们可以把数 给压到一个数组中来存 然后堆的基本操作是什么呢 堆的基本操作就是 插入一个元素 然后查找就是堆顶元素 堆顶元素就是 这个集合中目前的最大值 或者目前的最小值 然后或者把它给删除 然后二叉堆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吧 有不会二叉堆的同学吗 行不会 那我就讲一下 就是 对 二叉堆的定义是什么 二叉堆 二叉堆就是 它是一个完全二叉数 然后所有父亲节点的全值 都要比两个孩子的全值大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在存储的时候 就我们昨天有讲到 那个完全二叉数嘛 完全二叉数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我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标号 负节点的编号就是 就第一个节点 负节点的编号是i除以2 然后左儿子的编号是2i 然后右儿子的编号是2i加1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数组来存 然后这是第一点 就是二叉堆的存储 我开个数组存就可以了 接着我考虑 怎么在二叉堆里头 插入一个东西 比如像这儿是一个二叉堆 我怎么插入呢 我们考虑数组 对于 因为我们数组来存嘛 我们数组 我在什么地方插入最方便 是不是在数组的末尾 插入最方便 那比如说 我要在这个堆里头 我要插入一个数9 那怎么插入呢 我就先在数组末尾 放一个9 好 然后9放好之后 9这个节点 它负节点是不是31 然后目前 就目前这个 是不是并不是一个二叉堆 就是9这个节点 不满足条件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从9这个节点 开始依次往上调整 首先我看9和31的大小关系 对因为有很多 PASCO 就是有考虑到PASCO选手嘛 我就稍微讲一下 然后烂用STL也不好 就是你要知道它算法 内部是怎么实现的 不然会比较吃亏 行 对 手打快 而且手打 你可以写左篇数 左篇数应该 哦 左篇数应该更快吧 对 就我末端插入的话 我每一次看他父亲 如果父亲比他大 那我就可以 把他和父亲换个位置 对吧 就把父亲放下来 然后因为父亲是 原来这棵树 就是原来堆里头 这个子树最小的节点 所以把父亲换下来之后 父亲的权值肯定也要比 就是这个子树中的 所有权值要小 所以说我通过 这么一次调整 就是说 我们就把这个子树的 它变成了一个堆 然后接着就是 我们把31换到这 然后我们把9换了上去 然后再和他的父亲比 发现9还要比21大 那我就再交换9和21 把21给放下来 接着我再看9和他的父亲 就是说 我插入一个节点 就把它放到数组的最后 就是 然后每次就和他的负节点 就是说 就和I2一样这个位置 我判断他一下 我判断一下他大小关系 如果负节点的全 在小跟堆里头 如果负节点的权值比他大 那么我就直接和他负节点 交换一下位置 交换一下位置 然后接着再往上调整就可以了 就每 就每次和他父亲换 和他父亲换 和他父亲换 直到他的权值 比他父亲大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节点 也满足堆的性质了 那么就整棵树 他就依旧变成了一个堆 然后这时候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对他的插入 然后因为堆是一个 完全按插数嘛 所以说我往里头插入 时间复杂度 是一个log的 对 我昨天题目忘记留了 我在打包的时候 因为昨天有点 有点忙嘛 就有点忘掉了 我今天把昨天的题目也补上 然后今天也放一些题吧 然后这是第一个操作 就怎么插入 第二是考虑删除 我把堆顶元素给删除了 那我在把堆顶元素删除之后 我是不是肯定要补一个元素上去 那我补什么元素呢 我就把最下面这个元素 就把32给移上来 然后直接把这个节点给扔了 因为在 因为在那个序列的最后 我要扔 在树的最后 序列最后 我要扔一个叶子节点 它是没有影响的嘛 我就直接删掉 把它复制为初值就可以了 那接着我把32提上来 然后这棵树 它显然是不满足的插堆的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看它和两个孩子的大小关系 如果它比某一个孩子要来得大 那是不是说明 这个节点是不满足小跟堆的性质 就我要把它往下压 这可以理解吧 就要和它的孩子换一个位置 对 就是往下沉嘛 那我和哪个孩子换呢 是不是就和两个孩子中较小的 那个孩子换 比如说像这儿 我就把16换上来 这样16是比21小的嘛 那么左半边 这左半边就满足堆的性质了 那我接着再把32换下来 我就接着调整这右半边 右半边我发现32依然比19大 我就交换32和19 那这时候它的右半边就满足堆的性质了 然后这个就是二插堆的插入和删除 就它是比较好理解的 就是插入就是放到最后往上升 然后删除就是把最后换到顶上 然后再往下沉 好然后我们考虑就是怎么怎么把一个二插堆给初始化 对于一个二插堆来说 就是比如说我最开始有N个序列 我要对这N个序列建一个二插堆 那我最简单的方法是不是就是 我一个一个插入到一个空的二插堆里头去 那我去拿瓶水 对就是 然后如果我我一个一个插不到插插不到heap里头去的话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NlogN的 因为我每次插入是一个log 然后当然我也 我也可以直接salt对吧 我把一个数字给salt了 那么这个数字是不是肯定是一个堆 因为从左到一次递增嘛 然后左右儿子的编号肯定比父亲节点编号来的大 但是salt它也是一个log的 就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就是 就可以再低于一个log的 就比如我线性我怎么建一个堆呢 在C++里头其实给了就是 对就这个同学说的 就makehip方法 就它可以在on的时间内 把那个n个数给调整成一个堆 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考虑就是先 我不管这n个数的顺序 我们就先把它 我们就先把它直接塞在一个堆里头 就我们先 不管它是不是满足堆的性质 我们就a1就当做堆的根 a2就是一号点的左指数 那我现在得到了一个像堆一样的东西 那我需要调整它的全值 那我怎么调整呢 就是说我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从后往前一次往上跑 对吧 那我怎么把它调整成一个堆呢 我可以考虑这样 就是说我从后往前一次考虑每一个节点 首先是这个节点 它就有单独一个节点 那它就是一个堆 就是说我从后往左考虑每一个节点i 我们考虑在考虑i的时候 我们把以i为根的这个子数给调整成一个堆 像最开始我知道是考虑最后一个节点的时候 它因为只有一个节点 所以它自然是一个堆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堆 就就这五个节点 它因为子数都只有它一个节点 它自然就是一个堆 接着我考虑它 那么如果它不是堆的话 那么是不是就是一个下沉的过程 因为它左儿子和右儿子都是堆嘛 就相当于我们刚才在删除的时候 我们把31给压下去 就我们把这个点的全值往下压 就可能和它左右孩子中的一个交换 就我把这个节点往下压 这个节点往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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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依次从后往前 对每一个节点执行就是向下压 就向下调整的那个 就是处理堆的那个思路 然后就可以发现这样的时间否达度是ON的 就为什么是ON呢 因为DI层就假设总共有K层 那么K是LOGN的 我开数 等一下我屏幕分享一下 就说假设这个N个节点的堆 有K层 那么K是OLOGN的吗 H层吧 那么考虑DI层 DI层有几个节点呢 因为它是完全二叉数嘛 所以它有2的I I四方的节点 就跟算第0层好了 然后我把它往下压 我把一个点往下压 它的操作次数 是不是它所在指数 而它复杂度是不是和 很正比于它所在指数的那个深度 对吧 叶子节点它就只要一次 那叶子节点只要零次比较 你们看到 什么是看不见屏幕分享吗 什么叫咱们看到老师打的东西 对就稍微有点延迟 大家稍微等一下 对 就说 你考虑DI层 那么它有2的I四方的节点 然后它的指数深度是H减I 对吧 那相当于是要对C个 我是要对这么一个东西求和 就是2打I次乘上一个H减I 那这个东西它其实是线性的 这可以理解吧 就相当于是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等于ON的 就它在最大的情况下 因为 因为就是 我们考虑就是第一项和第二项相比 左边这个数直接除以了2 右边这数几乎没有变 对吧 那它其实和像2的I次方 加2的I减I次方 它其实是一个差不多的序列 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 后在分析复杂度的时候 后面这些项都可以忽略不计 就是说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个2的H次方 就对于一个ON的 所以说这样 就是就这么减堆 它时间复杂度是ON的 然后如果写成代码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嘛 就是我把它 就是你写个2插堆 你要做的就是 你要实现两个东西 一个是down 就是我要把k这个节点给down下去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首先判断是否 假设这个存是存在W数组里 对吧 那么首先就判断 就是左儿子 左儿子是k乘2 右儿子是k乘2加1 然后我判断 如果w小于k 或者wr小于 小跟对的话 就是对小跟对是小于 小于k 那么如果wl小于wr 那么就交换 和它的左指数交换 然后接着再 再down它的左指数 否则就和它的右儿子交换 然后我们再接着 当它右指数 然后这是 就是往下调整的 这么一个基本操作 然后这儿的一些细节 就是首先数组要开两倍大 因为这儿有个直接有个乘2 数组要开两倍大 然后其次就是 所有数的出值 必须要复制为无穷大 对吧 不然的话 它没有碰到节点 复为0 它这就直接换到空节点上面去了 这几个细节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up 就每次和它复节点换 那么怎么换呢 就是wellk k不是根节点 而且k的全值 要比他的父亲的全值来的小 那我就交换他的 交换他和他的父亲 然后再接着up k又1 然后实现这两个的话 像筛选法 键堆 其实就是4i等于n i- 然后当i 这就我刚才说的那个键堆方式 他就叫做筛选法键堆 然后他的实验法都是on的 然后像c++里头make keep都是这么做的 好 这是二插堆 然后也没有什么好讲 总有在门里 等大家稍微等一下 怎么回事 杜老师本来露个脸啊 蔡老师呢 蔡老师他 他好像去拿东西去了 杜老师回来了呀 杜老师我们把你的 来展示一下您 英俊的脸啊 你怎么黑了呀 行吧 好上课 我们接着上 行那我们接着讲 就我们刚才讲了筛选法键堆 你怎么有呆毛啊 杜老师 不错呀 你接着上课呀 我跟你当捧根呀 行吧 你要陪我说说相声吧 行 然后我们接着来讲左片树 就是 左片树它也是一个堆 但是 它的形状可以非常的 非常的奇妙 是不是啊 杜老师 是啊 对呀 然后左片树要定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我们定义就是 呃 就是定义一个叫斜深度吧 我吓嗶嗶的名词 就定一个斜深度是什么呢 就从根节点开始 一直往右走 走到叶子节点所需要的部署 比如像这个节点 它的斜深度就是一对吧 它走一步就能走到叶子节点 然后这个节点斜深度是二 然后这个节点是一 这些都是一 然后左片树它满足什么条件呢 它就满足就是 左儿子的斜深度 就是大于等于右儿子 就左儿子的斜深度 一定是大于等于右儿子的 那这样就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就是说一个节点 它的斜 嗯 斜深度怎么定义的 你明白了吗 就我从一个点出发 一直往他的右儿子走 一直往他的右儿子走 对 就我一直往他右儿子走 然后走到叶子节点所需要的部署 然后像这儿的根节点 它走到叶子节点需要一步 所以它的斜深度就是一 然后像这个六 走到叶子节点需要两步 所以它的斜深度就是二 然后左偏数它的定义就是满足 就是 嗯 左儿子的斜深度 都要大于等于右儿子的斜深度 就我这儿在讲 左偏数是怎么定义的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 这棵树它是左边要比右边大嘛 那它是不是整个的重心就往左偏 所以说这棵树就叫做左偏数 然后 然后 然后我们考虑就是这个性质 就是说 呃 满足左儿子的斜深度 大于等于右儿子 它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方便呢 嗯 不是走到叶子节点的最短步数 就是一直往右走 一直往右走 哦 可能在左边书定义一下 一直往右走 走到那个叶子节点 就是距离它最近的那个叶子节点 就说根底点开始一直往右 一直往右 就是你写你写成语句就是 wellrk等于等 wellrk 然后k等于rk嘛 这就是一直往右走嘛 然后一直走到叶子节点为止 然后斜深度就是它的部数 然后呃满足这个条 满足这个斜深度大小关系之后 就这棵树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可以证明就是每 每一个节点它的斜深度都是 ologn的 对吧 这个是为什么呢 就我们考虑从最右边一直往上走 就如果一个节点 就比如一个节点i 它是作为一个 呃 它是作为一个幼儿子的话 然后它的大小是 它大小是t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考虑它的父亲 然后因为就是左儿子的斜深度是要比右儿子的斜深度要来 来的大的吗 那么是不是左儿子的斜深度 至少也是t 对吧 那么这个节点是不是至少有二t个节啊 那么是不是就是这这棵树至少有二t个节点 所以说就我每每一次往上走就是树的大小都会乘以二都会乘以二都会乘以二 所以说一个节点就是从这个节点出发一直往右走走到那个叶子节点的时候 它的那个斜深度啊 对就是走的部署肯定是小于log的 就肯定是log级别的 这个能理解吗 就是说 比如说你考虑这个节点 它作为叶子节点的时候子树大小为一对吧 那么那么它往上走一步 你可以吧 行吧 行 就是说我考虑他的父亲 那他父亲的子树大小至少是多少呢 是不是至少是至少是他的两倍 因为我们保证就是左儿子是要比右儿子来的大的 对吧 就是说我保证左儿子比右儿子大 所以说我们每一次往上走 每次往上走 就是他父亲的大小是不是等于他的大小加上他左儿子的大小 因为左儿子的大小一定比右儿子的大小来的大 所以说每往上走一步 子树的大小都会乘以2 每往上走一步 就从最最右端这个节点开始 每往上走一步 子树的大小至少都乘以2 每往上走一步 子树的大小都至少乘以2 那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 哦 我这定义写错了 就是是满满足左儿子的大小 就是左儿子的大小 大于等于右儿子 对 这我打错了 就是对于每个节点 我满足左指数一定要比右指数来的大 那这个时候我每次往上走 是不是子树的大小至少乘以2 嗯 然后因为总的节 因为总的节点个数是欧恩的 所以说它的 就是跟节点的斜深度 肯定是不超过log的 那这个时候就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考虑 怎么合并两 就是我们考虑怎么合并两个堆 比如说我们考虑要合并一个以 以ke为节点的堆 和一个以ke为根的堆 和一个以ke为根的堆 然后堆我们都这么存吗 就堆我们每一个节点都存 就存一个就是左儿子是谁 右儿子是谁 以及它的全值是多少 好 那么首先如果就是 如果这两个堆有一个堆为空 就如果 就如果 ke这个堆是空的 或者 k2这个堆空的 那是不是他们合并的结果 就是我们直接返回 就返回他们中文非空的那个 非坑的 非空的那个堆 然后接着我们 接着我们考虑合并 就首先我们 就是规定一下 就是我们假设 假设ke的 的全值是要比k2的全值来的小的 就这个规定 我们可以通过一次 swap来得到 就是说如果ke的全值 比k2的全值来的大 我们就交换ke和k2 然后这个时候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在小跟堆中是不是k1k1k1 一定是在k2的上面的 因为k2的全值要比k1来的大嘛 所以说k1肯定是作为合并后的堆的根结点 那我们接着考虑 就是我们怎么把它地归成一个子问题呢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就是地归的合并 就是k1的幼儿子 就是tk1.2的云木耳局 就是我们让k2和 对吧 就是我们让k2和那个k1的幼儿子进行 就接着进行合并 然后作为k1的幼儿子 然后我们这么地归合并的好处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每 就是每进行一次地归 是不是要么k1往右走了一步 要么k2往右走了一步 那我们刚才已经说明了 就是k1它的斜深度是 是logn的 k2它的斜深度也是logn的 就是说我知道它的定义 你有没有听懂 你听我说 就是我写到这 那我再讲一遍 就是说我对左篇数中每一个节点 我左篇数中每一个节点 我记一下它的 就是我是这么存储的 就L就是它左儿子 R就是它的右儿子 W就是它的全值 然后size就是它的指数大小 然后现在就是我们知道左篇数 它是一种可并 对吗 就它的基本操作是合并 就是我把两个左篇数给合并成一颗左篇数 那我怎么合并呢 就是 就是说我现在假设我要合并就是以k1为根的左篇数 和以k2为根的左篇数 那我应该怎么递规的实现这个合并呢 首先它终止情况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k1是空的或者k2是空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就反 就是就返回另一颗左篇数 对吧 就我的返回值定义的是合并后左篇数的根 那我这个时候就返回另一颗左篇数 然后接着我们就是要考虑递规的进行合并嘛 那么我们 就是我们这要规定一下 就是我们想让就是k1的全值是小于k2的全值 这样的话就是k1肯定是在k2的上面嘛 这个我们通过一次交换来得到 对我还没写完 我现在只写到这一步 然后交换完之后 k1肯定在k2的上面 那我们怎么递规的进行 那么我们k2再接着往下合并 是不是k2肯定和k1的某一个子数合并 我们就拿k2和k1的右子数进行合并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递规的 把这两颗左篇数给合并到了一起 对吧 我们递规的合并 k1的右子数和k2 那么返回的是合并后的堆 那因为k2的所有节点全值都要比k1的 k2子数中所有节点全值都是要比k1的全值来得大的 所以说我们把合并后的结果直接作为k1的右儿子 它还是满足堆的性质的 就是这一步合并能听懂吗 行 然后这个时候 行 我等会用图来讲一遍吧 行 然后这时候我们考虑 然后我们接着考虑就是刚才说的斜深度有什么用 我们现在合并就是以k1为根的左篇数和以k2为根的左篇数 对吧 我们是不是地规调用了一层 我们考虑地规调用之后 它规模在什么地上 就它规模是不是变小了 它规模变小体现在哪里呢 是不是就是 就是k1它向右走了一步 k1是不是向右走了一步 那么是不是就是k1 就是说它的 就是这两颗数的斜深度之和是不是减少了1 对吧 k1的右子数的斜深度等于k1的斜深度减1吗 那么这两颗数的斜深度之和是不是减少了1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证明了就斜深度 就是它是logn级别的 那么是不是我地规调用logn层 它就 它就结束了 就是我们就走到了叶子节点 它就返回了 这个能理解吧 就是说 就正是因为左篇数的那个性质 导致了就是说 我在合并的时候 我可以放心地进行合并吗 不然的话 如果两棵树都是长成这样 如果两棵树都是长成长成这样 都是挂成一个on的链下来 我像刚才我拿柚子数进行合并的话 它的时间复杂度就会变成on了 就是说 正是因为左篇数的那个性质 所以说我才能 就是放心大胆地往右边合并 然后复杂度还对的 能这能听懂吗 然后再合并完之后 就是还没有结束 对吧 我们要让它继续满足左篇数的性质 就是说 如果它的右指数比左指数大了 那么是不是就 我们就交换一下 它的左右指数 这样 对啊 就是说向 向左一条链 向左一条链 当然是左篇数 每一个节点都满足 就是左指数的深度 比右指数的深度 左指数的大小 比右指数的大小来的大 就向右一条链 它不是左篇数 向左一条链 它是左篇数 然后 就是说 当我们发现在合并完了之后 因为我们是直接丢给右指数合并的嘛 那在合并之后 它右指数是不是变大了 那如果变大之后 它有可能就不满足左篇数的性质了 这时候我只要简单的交换一下 就是左儿子和右儿子 把左儿子换到右儿子 因为在堆里头 左右是没有关系的嘛 我可以直接交换左右儿子 那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又满足左篇数的性质了 然后最后我再更新一下它的大小 然后我们把这个子数的大小更新一下 然后再把它作为根返回 所以然后这个就是左篇数的合并 就是大家能看明白吗 就左篇数写这么几行 就把它的合并操作写完了 停 然后我们考虑堆的基本操作 堆的堆的基本操作 是不是插入和删除最小值 那插入怎么插呢 就是说我新建一个节点 然后这个节点全值是我的插入值 那么这个单一的节点 是不是一颗左篇数 就单一节点肯定是一颗左篇数嘛 那我拿这个单一节点 作为一颗左篇数和原来的左篇数 进行一次合并 那么是不是我就相当于插入了一个数进去 然后接着考虑删除最小值 删除最小值 是不是我就拿根节点的左子数 和根节点的右子数合并一下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把根节点给丢掉了 对就是说我可以用一次合并操作 就把那个 就是二叉堆里头基本的像 插入和删除最小值操作 全部都做完 然后这就是可评堆 然后写成本就是这样 然后举个例子的话 比如说我拿我拿我拿这棵树 就是我拿这棵树和比如 比如像12 12也不好 这样看得清吗 就比如说我拿 比如说9 比如说我拿9和15 就这也不是一个左篇数 就15 8 对 这个是不是也 左边这个是不是一个左篇数 右边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左篇数 那我们怎么合并这两个左篇数呢 首先是不是3这个点在上面 那我们拿 拿这个左篇数和10合并 那接着是不是4在上面 4在上面的话 我们就拿10和15进行合并 然后10和15合并的结果就是 10和15合并的结果就是 10 15 好 然后接着我们把这个东西 作为4的幼儿子 然后我们发现4这个节点的幼儿子 4这个节点的幼儿子 是不是比左儿子的大小来的大了 我们就交换4的左右儿子 把这个作为4的左儿子 然后5作为4的幼儿子 然后这个就合并 合并这颗左篇数和10这个节点得到的 然后合并完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子数作为3的幼子数 然后这时候我们发现 发现3这个节点 幼儿子的大小 比左儿子的大小来的小 那我并不用进行交换 对吧 而这就左篇数合并的过程 然后堆就是最 最著名的应用就是哈佛曼术嘛 对吧 然而其实就是哈佛曼术 我可以就是 并不用堆来实现 这个我都会讲 首先就是 最裸的就是2X哈佛曼术 哈佛曼术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就是哈佛曼术是什么 就是哈佛曼术 就是给给你N个数 就给你N个数 A1到AN 然后你要找到一个 有N个叶子节点 有N个叶子节点的二叉数 然后 然后你把那个 这二叉数是随你够的 然后接着你把这1到N 这N个节点就是 作为全值 填到这N个叶子节点上 然后你要最小化什么呢 你要最小化就是 Di个节点 它的深度Di 乘上它的 它填上去的那个 数的大小Wi 对 就是 对 就深度乘以全值 就你先找到一棵树 然后再把这N个树给存 再把这给你的N个树给填上去 这怎么填 其实就是 你可以贪心 就是最大的树填在最浅的叶子 第二大的树填在第二浅的叶子 直接贪心就可以了 然后你要最小化什么呢 就最小化每个 每个叶子节点到根的 到根的路径长度 就它的深度 再乘以它上面这个的全值 就是哈佛曼数 哈佛曼数 其实它这个模型是从那个 就是编码来的 就从哈佛曼编码来的 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搜一下 行 然后我们回到这儿 就是我们怎么求 就是一个2X的哈佛曼数 对我刚才说的就是 我刚才说就是构造一个2X数 那么它就是2X哈佛曼数 我构造一个KX数 就可以是3X 可以是4X 那么它就是一个KX哈佛曼数 哈佛曼数的构造方法很简单 就是说我最开始 就是N个叶子节点 就我最开始没有连编 这N个数每个数 作为一个叶子节点 它全值分别是A1到AN 然后接着我们每次 从这从这些数中 我挑出两个 我挑出两个全值最小的数 比如说是这两个 然后我们把它作为一个 节点的左儿子和右儿子 然后然后它的全值是A1 就是比如这是A2好了 然后我们把新数的全值标记为 就是这两个节点的全值之和 然后再把这个新数放回去 就是说我们每一次 找到两个全值最小的数 然后再把它们加起来丢 然后再把他们的和给丢 丢进去 相当于是来干这么一件事情 就这个就是哈佛曼数的构造过程 就每次从所有的数里 找到两个最小的数 就比如说像 1245 这四个数我怎么构造二叉数呢 首先我找最小的两个数出来 12 那么我们把12这两个数 合并成全值为3的数 然后这时候塞回去 集合是345 然后这个时候最小的两个数是多少 是不是3和4 我们把它合并成一个全值为7的数 再塞回去 得到5和7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把5和7拿出来合并 得到一个大小为12的数 哈佛曼数怎么用 我比如举个例子 就是说比如像 NIP考过一个合并果子的题 就是说有N堆果子 它大小分别为A1到AN 然后你每一次可以把两堆果子 合并成一堆 对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哈佛曼数 能理解吧 这个哈佛曼数是等价的吗 对像这种题就是哈佛曼数 然后还有一些有关编码的题 什么叫哈佛曼数的深度怎么算 哈佛曼的深度 你只能就是模拟哈佛曼数的过程 然后把哈佛曼数建出来 然后你DFS求一下它的深度 就你这问题是什么 什么叫哈佛曼数的深度 那行那我接着往下讲 没有就是这也没有什么不理解的过程 就我现在只是在阐述这算法 这算法就是我从N个数里头 我首先找出全只最小的两个数 然后把它们连接到一起 然后是不是得到了一棵新的数 就是 就说N棵数 就最开始是不是有N棵数 然后每棵数都只有一个叶子节点 然后叶子节点全 然后叶子节点全只是不是AI 然后这算法怎么进行的呢 就它第一步 就是我在这N棵数中 找到全只最小的两棵数 A和B 然后我们把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节点 假它全只分别是WA和WB 然后接着我们新建一个节点 把A和B这两棵数分别作为这个点的左儿子和右儿子 然后比如就得到数C 然后我们把全只复制为WA加WB 然后接着我们再把这个C 就丢回这个数的集合中 然后我们不停的这么找 不停的这么找 然后直到那个 指下一棵数为止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这N个叶子节点给合并到一起了 然后这个就是哈佛曼数它构造的一个方法 然后哈佛曼数 哈佛曼数这个构造过程暴力的话 显然是ON方的嘛 每一次我从这N个数里头找最小的两个 但显然我们是可以用刚才讲的堆来进行优化的 对吧 我们每一次找最小的节点拎出来 那就是一个堆的过程 然后我们可以用堆优化到 对就是用优先堆类进行维护 而现在我们考虑2X很简单 那我们拓展到KX怎么维护 就比如说每个节点它允许有K个孩子 我们怎么进行维护呢 就如果有K个孩子也是一样 像2X我每一次是不是拎两个出来 就像2X我这样每次拎两个出来 那么3X那我是不是应该拎三个出来 就我找三个数 然后作为一个数的三个孩子 那KX我就找最小的K颗数 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新的节点的孩子 然后它的全值就是WA加WB加一直加到WK 但这样它有个问题 就是说它有可能我取着取着取着 然后它还剩下一些数 就比如K是3 然后我取着取着发现我堆里只剩下两棵树了 那这样是不是我就不好做了 那我总不可能把这两棵树 并起来作为一个节点的孩子吧 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呢 不行啊 赚上去显然不对啊 比如说我有一棵树是这样的 然后我第二棵树也是这样 那我像这样撞上去 就我把这两个树直接并起来 是不是得到这么一棵树 然后这节点都是1 那我逾气这么去 我还不如把这条边断开 我这么连一下 是不是它反而更优 我这个节点的深度减少了1 但其他节点的深度都没变 它的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 我们每取一次 是不是数的数量就减少了k-1 就减少了k树又多了一棵树 就减少了k-1 那么如果n是k-1的倍数 如果n是k-1的倍数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刚好取完 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 我们刚才那种情况了 那我们就想办法把n给变成k-1的倍数 那我们怎么变呢 我们是不是在往 就是我们让an加1等于0 然后an加2等于0 然后就每次让n加1 然后就我往这个数列补若干个0 那大小为0的叶子节点 你不管放到哪里 它肯定都没有影响的呀 所以说我们就把0丢进去 直接就通过补0把它补成k-1的倍数 然后再用这个方法求哈佛曼数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我们考虑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给出n个数 然后就是你让人让球 就是给你个n给你个w 然后让你球就是最小的k 使得就是kx的哈佛曼数的全值 小于等于w 然后这个题就我们既然能求就是kx哈佛曼数 它的全值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二分答案 我就二分k 然后每次我求出kx哈佛曼数的全值 然后比如全全值是大w 我比较大w和小w 然后如果大w太大了 那是不是说明它分叉还要再更大一点 因为分叉越多 它全值肯定越小嘛 然后大w如果太小了 那是不是说明就我全 我全值可以再放小一点 就可以让答案再大一点 就我可以进行二分 那二分的话时间复杂度 是不是on log方n 就我二分复杂度一个log 那我能不能想的话去掉一个log呢 就是说我能不能就是on求出 求出一个哈佛曼数呢 你们也不要挽起气球来吧 这也不合适吧 其实就我们怎么on求出哈佛曼数的全值呢 这其实就大家都打过今年的noip吧 你们这个不是杂音吗 我要被大力点差评了呀 就是说大家都打过今年的 就今年noip里是不是有 有个叫做蚯蚓的题 对吧 蚯蚓这个题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蚯蚓这个题 它的做法是什么 是不是用三 蚯蚓是三个队列 还是两个队列 就是说像这题也是一样 我们维护两个队列 A和B 然后 然后最开始我把输入的这些数排序 我从小到大 push到A里头去 那么A是不是一个有序的队列 然后B最开始为空 然后 然后最开始我从当前的最小值和次小值 是不是A中的 就当前的最小的k个数 是不是A中的就是最开头的那k个节点 对吧 我们把这k个节点从A中取出来 然后取出来之后 我们我们是不是合并成了一个新的数 我们把合并出来的新的数给push到B里头去 然后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让A和B都作为一个有序的队列 就我们维护两个有序队列 A和B 然后最开始B为空 然后A为排序后的输入的n个整数 那现在我要从两个有序的队列里头 取出最小值来 是不是很好取 就我看两个队列的对头元素哪个小 我把更小的取出来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取最小值很简单 取最小值可以O1 然后我们取k个最小值就OK嘛 然后这部分少了一个log 然后我们取完是不是得到了一个新的数 我们把新的数给放在哪里呢 我们把新的数 我们把新的数c给push到b里面去 然后因为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说 它哈佛曼数的过程是每次取最小的k个数 然后把k个数加起来丢回去 那是不是说明就是在这个集合中数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我每一次丢进去的数是不是也肯定是比上一次大 就我每一次丢回去的数是不是肯定也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这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说我们每一次push到b后面的都是b中的最大值 那b是不是也是有序的 就相当于我们就说这个时候它满足a是一个有序序列 有序对列 b也是一个有序对列 然后我们 然后就每每次加出来都push到b里头去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取最小值就可以b开堆了嘛 我们就可以直接on把哈佛曼数给求出来 但然后这一步的瓶颈是在于排序嘛 排序有个nlogn 但是放到放到这题里头 因为我们要二分答案 对吧 二分答案我们可以先在外头排好序 然后每次二分答案我们直接用对列做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的话总的时间阀度就降到了nlogn 因为排序只要做一次 然后对列做logn次 行这个是这个题 然后接着我们开始讲竖桩数组 就是说我们考虑这么一个问题 我给你个数组a 我比如进行一些修改 进行单点修改 然后询问区间盒 那么考虑就是考虑两个做法吗 一个做法 就是说我什么额外的东西都不进行维护 就我单点修改是不是就可以直接o1进行 然后询问区间盒 是需要on 对吧 询问区间盒我不需要扫一遍吗 单点修改 我就在数组上这么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种我们维护一个数组 就是我们维护a的前缀盒 就我们让bi等于 a1加a2加 加a a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单点修改是不是需要on 就是我们需要就是 修改就是bi bi加1 bi加2 一直到bi加n 但是询问区间盒我们可以o1 对吧 我们就直接让询问lr的区间盒 我们就直接返回br减去 bl减1就行了 那么发现就这两个算法分别是一个极端 那我们有什么 什么办法就是来 来均衡一下这两个做法呢 是不是我们就想办法让那个 因为这儿它每个区间太长了嘛 所以说我修改个节点 设计到区间会很多 那我有没有办法就比如 我让每一个bi维护的区间短一点 就不要像这是一个一直到开头 就比如我维护一段 这样行不行呢 就这就是竖章竖竖竖的思想 就是竖章竖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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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 1的二进制位 就全值 就比如像5 它的lowbit就是1 6的lowbit就是2 对吧 因为5是101 二进制 然后6的二进制是110 对吧 所以说5的lowbit是最后一位 然后6的lowbit是这一位 然后比如像8 它的lowbit就8对吧 因为它是 它是1000 那么它lowbit 就是这一位 然后这位的全值是8 然后我们让CI就维护 就是AI往前 lowbit挨个数的和 就比如像1 就维护它自己 2它lowbit是2 就维护A数组中 1和2这两个数的和 然后3就是3自己 然后4就是 4lowbit是4嘛 就维护A1加A2加A3加A4 然后以此类推 然后现在我们考虑 就是我们对这样一个数组 我们怎么对它进行 那个 我们 哦对 首先再讲一点 就我们怎么求lowbit 就实际上大家如果写过数量数组的话 都这么写的嘛 就是 I and 负癌 Pasco就是 I and 负癌嘛 就是 这个 这个做法为什么是对的 就为什么这个返回的是它的lowbit 对 就是补马 就说 大家都打过初赛吧 打过初赛就知道 在那个CR加里头 我存一个付出 是不是用它的补马来存储的 就补马是什么 补马就是每一位取反 每一位取反再加1 就比如像101 它的 它的反码 它的反码就是010 它的补马就是011 对吧 然后 然后这时候我们考虑就是比如一个lowbit 为 就是一个lowbit为2的k次 就是说它的最后k位都为0的数 那么我们考虑这个数的后k加1位 它是不是肯定是 是这样的 那它每一位取反是不是这样 然后再加1是不是就正好进位 进到它lowbit那一位上去了 然后再往后因为就不接着进位了吗 那么是不是 取了 就是说 然后在dk位之后 就再往前的一些位 比如这还有一些位 对前面这些位来说 因为 就他 就前面这些位 它的值都是和反码一样的吗 因为这个加1并没有进位进上去 那么反码是和补马相反 反码是和远马相反的吗 所以说我拿这两个数and 是不是只有lowbit这一位是完全相同的 这能理解吧 就我们就从c加加的 就是从c加加的运算入手吗 就说 就从程序里头 电脑里头怎么存储复数来入手 就你要知道补马是怎么存的 c也是一样 c也是i and 负i 不懂的话 就可能你不知道 你知道反码和补马是什么东西吗 对 那这个也 那这儿我就不细说了 你就记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你课后可以去搜索一下 就是反码补马 对 这和我们这次课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跳过了 已经一个小时过去了 行 然后我们考虑就是 就是比如说我们考虑 怎么求区间盒 区间盒 对吧 这个是出赛比试要求的呀 你有参加过出赛吗 像普迪组出赛都要求补马 现在我们考虑怎么求L2的区间盒 我要求这区间盒 是不是我只要求出前缀盒就可以了 我只要求出1到2的前缀盒 再减去1到L减1的前缀盒就可以了 你先听我把那个讲完 你先听我把那个 树双树子算大彻底讲完 我会演示的 然后我们怎么在树双树主上 求前缀盒呢 就是说我们考虑 考虑求 我们考虑求1到L的前缀盒 就我们用fine的I这个函数 我们求 我们用interfine的K这个函数 它干什么 它求1到K的前缀盒 那首先这个前缀盒 是不是可以算上CK 对吧 CK 然后我们让Ans等于CK 然后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已经把那个 K-LowbitK 加1到K的这些数已经已经加到答案里了 那么是不是我只要返回Ans 加上fine的K减去LowbitK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就递归到一个子问题 然后然后如果K等于0就返回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怎么查找 然后因为因为一个 然后它的复杂度是不是就相当于是K的二进制表示率有多少个1 就我每一次地归是不是都把1写成0 对为了 为了方便理解我先写写写成地归的形式 就这个也是能写成循环的嘛 就是说interAns等于0 然后for interI等于K I I减去 I减等于LowbitI 然后Ans加等于C CI嘛 对吧 这个就写成那个循环的形式 就考虑着复杂度是多少 是不是它复杂度相当于是K的二进制表示中有多少个1 就是有 因为我每一次地归是不是或者每一次进行循环 他都把都把那个K的Lowbit从1变成了0 每一次循环他二进制中1的个数就会减少1 而因为二进制中1的个数最多只有LogN个 所以说他他单次这样的时间复杂度是一个Log的 这样可以理解吧 行 然后我们接着考虑怎么单点修改 就比如说我要单点修改一个数 考虑add kintx 就是我要把ak 我要把ak加上x 那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加呢 首先是不是CK必须要加上x 对吧 然后我们考虑就是 嗯 在这个之后 就是在就是CK之后 就是下一个包含 包含k这个位置的 嗯 c应该是多少 就说比如像这儿 5 那么下一个包含5的是不是6 再下一个是不是8 然后在3这儿下一个是不是4 然后再一个是不是8 然后像7下一个就是8 那这 像6下一个也是8吗 那我们考虑下一个数是什么呢 我们考虑一个数的lowbit 那么他嗯 就是下一个要包含他的 是不是我们把后头的一段1都变成0 就嗯 就我们 我们让他lowbit更大一点嘛 就相当于这个数 就是哎 算也不方便讲 就你可以发现就下一个数是k加上lowbitk 就说我要在后几位不变的情况下 我要把它low 就是我要把它lowbit变大嘛 那把lowbit变大是不是 我我加 我加上lowbit他 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从lowbit开始一直往前进位 那么后面0的那一段区间就变大了 然后他lowbit就变大了 对 然后像像这比如3 他的下一位是不是3加上lowbit3就等于4 然后他下一位是不是4加上lowbit4等于8 8下一位就是16 然后像5这 是不是加上lowbit5等于6 然后6加上lowlowbit6等于8 所以说就是写 就写成循环的话 就是说我付 miti等于 i等于k 然后i小等于n i加等于lowbitm 然后ci加等于x 因为c大小就有n嘛 所以说i超过n了就可以不用管他了 那么这个循环分析复杂度的时候和我刚才说的一样 在c加价里头没有lowbit 就你要写的话就是用刚才说的就是用i按的负i 就因为i按的负i有点那个 就是长得比较奇怪 如果大家没有理解的话 我就我就写了个lowbit 对 然后这分析复杂度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就是 对 没事转了就可以了 转 至少比pascal好 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循环 我们每循环一次他的 他的lowbit位数是不是都会至少右移一位 因为我们从他lowbit开始往左进位嘛 那么他总共最多只有logn位 所以说他时间罚度还是ologn的 所以说数量数组它能支持什么呢 它的两个单元操作是单点修改 然后询问区间盒 这是数量数组的单元操作 然后他写起来很方便 就两行就可以写完了 然后他有一些进阶的应用 就比如说这单点修改 那单点修改我有些时候就是还不够用 比如说我想就是区间加 询问区间盒 然后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做 就怎么用收藏数组来实现呢 当然不是树桑树组套树桑树组了 首先重要的一点就是区间加 我们可以把它拆分成两次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两次前缀加 这可以理解吧 就比如说我要给lr 说我要给lr加上一个 lr加上一个x 那它是不是相当于是把1到r加上x 然后把1到l减1加上一个负x 对吧 就区间加可以加成前缀加 然后区间求和可以加成一个前缀求和 这是询问前缀和 现在我们考虑自己询问 我考虑就是某一次区间加操作 比如说我对1到k加上x 就是说我这次操作对我以后的一次询问 就是询问1到i的前的和 就我考虑这次区间加 对这次求和的 当然区间求和 你先听我讲 我考虑 我考虑这次区间加对一次询问 就是对这次询问区间和 它的贡献是多少 首先如果k要大于等于i 那么它的贡献是不是i乘以x 如果k要小于i 那么它的贡献是不是 它的贡献是不是 相当于是 它的贡献是 k乘以x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就很显然 我就搞两个数组 维护数组a和b 然后我们每一次对1到k 加上x时 我们让ak 加上ak加上x 然后bk加上一个k乘以x 好 然后现在我们询问 现在我们询问1到s前缀和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把它转化成 就是和a和b的关系呢 是不是 它是相当于是 a1到ak的和 相当于是 b1到bk的和 加上一个 ak加1到an的和乘上一个i 它是不是相当于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能理解吗 就说 所有操作在它前面的区间加操作 贡献就是 你想一下 就说我考虑一次区间加操作 对一次区间求和操作的贡献 那么如果 就如果区间加范围过大的话 那是不是这x数都被加了x 那么贡献就是i乘以x 如果范围太小的话 就只有前k个数被加了 所以贡献是k乘以x 那么 我们就维护这两个数组 第一个数组就是 我在对1到k加上x的时候 往ak加x 第二个数组就是 我加在bk这个位置 加上k乘以x 那么我们怎么算贡献呢 首先 我在询问的时候 我考虑 添加位置在i左边的所有数 所有区间加 那么他们的贡献核 是不是相当于是b1 一直加上bk 加到bk 然后所有区间加操作在 在i右边的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是 是不是相当于是ak加1 一直加到an 在乘上i的区间长度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式子吗 然后对于这个式子 它其实就相当于是 求一个b的前缀合 和一个a的前缀合 然后这两个前缀合 因为a和b都是单点修改的 我就用两个数换数组 就可以做了 这个能理解吗 我们接着往下 考虑下个问题 二维单点修改 就是说在二维情况下 怎么做呢 就数换数组 它的好处在于 它能非常快地拓展到二维 就是说比如数组 就是我要求a这个数组的 二维前缀合 如果a是100 比如1000吧 首先我们要知道 就是和询问区间合一样 区间合能拆成两个 区间合才能拆成两个线段 能拆成两个前缀 对吧 这个区就我询问这个区间合 我能拆成两个前缀的区 询问两个前缀的前缀合 那比如一个矩形 我是不是也可以拆成就是四个前缀 矩形 就是这个矩形 加上 减去这个矩形 再减去这个矩形 再加再加上这个矩形 对吧 我可以把它拆成四个前缀矩形的合 就相当于是二维的前缀合 今天DLT1是没有修改吗 你只需要求一下前缀合就可以了 对 我可以把那个矩形求和转化成一个就是前 就是 它算是前缀矩形的合 接着我们和书装书组一样 我们也定一个辅助书组B 其中BiJ维护的是哪一块的值呢 BiJ维护的是 就是从Ai-Lowbiti加1 J-LowbitJ加1 一直加到就是AiJ 就是这个是左下角 这个是右上角 然后相当于是一个矩形 对吧 中上有叫做上帝造题的几分 反正那个是这个的裸题 就是说我二维双数组 我就维护这个东西 然后这样的话 你去仔细想一下 它的加和那个 就是它它单点加 比如说询问矩形合 比如说我询问IJ 就以IJ为右上角的前缀矩形合 我怎么写呢 它其实和一维是几乎一样的 比如说AB 就是负 然后比如说我加 就是说我把 AiJ加X 那它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和负 I小等于N I加等于N的负 FOR INJ小等于MJ加等于J 按着负 G 然后BIJ加等于X 就是说它其实和 就数量数组的拓展 其实很简单 它拓展就是数组加一维 然后循环 循环多一个 如果放到三维 就也一样 就是FOR INJ K 然后K 减等于K 按着负 K 按着负 K 然后加等于IJ K 就说这是数量数组 一个非常大的特性 就是它非常容易拓展 像线段数 你想拓展到二维就很难 线段数拓展到二维 就只能写数套数 然后代码长度就成 就是倍数增长 像这就只多一个循环 就非常方便 然后我们接着考虑 就是矩形上面 我们怎么进行矩形 加询问矩形求和呢 就这个思路 其实也是和我那个 和刚才那个一样的 我们考虑给 考虑 给AB这个前缀 矩形 加X这个操作 和询问CD 这个矩形的和的 对它的影响 首先第一种 就是两个都比 就是A比C小 B比D小 这时候它的贡献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A乘B乘X 然后第二种是A大于C 就是说它 它其实贡献说白了 其实就是 命AC乘上一个 命BD 再去乘上一个X 对吧 这个是对那个AB前缀 前缀矩形 加上X 然后对那个询问CD 这个权罪矩形的和的贡献 那这个贡献 我们和刚才一样 也是拆成四种嘛 就是和B有关的 和D有关的 同时和BD有关的 以及同时无关的嘛 就说白了 就是分成这四种情况 A乘B乘X A乘B乘X A乘 对 然后A乘D乘X 然后C乘B乘X 然后和C乘D乘X 然后我们把这四种情况 分别用四个二维数量数组 来进行维护嘛 对吧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体 然后接着我们考虑 怎么单点修改 询问前缀最小值 就说这样就不是前缀合了嘛 然后这其实是有要求的 就在数招数里 这个数招数组里 就是这个问题是不能做的 对 就是在数招数里 他就数招数组能做的操作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把就修改 怎么修改 我们把AI变成 命AX 然后 以及询问命A A1到AN 就这个是数招数组能做的 就我们通过刚才分析 我们都知道 就是直接把它改过来 贴过来就可以了 对吧 像这儿就是 它最开始无重大 然后每一次 我把加等于变成一个命 AX等于命C AX 它其实就是一个划分嘛 就划分和加减并没有关系 我们只需要 对吧 对吧 我们是不是这么做就可以了 我等 我等 我等会提到 二维线单数 其实就是数招数 这应该 讲不到吧 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搜一下 就说这个就是 把 就是把操作 就把加减操作 变成一个就是取命操作 然后对应的 我们把那个也给改 把下面的改成取命 这样有什么问题 这样没有问题 我这儿的操作 就是如果操作是把 AI复制成X 这个当然是有问题的 我这儿让AI变成命XAI 这样就肯定是对的 什么叫并不能维护最小值 我维护前缀的最小值 就这儿保证 AI只会越变越小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 CI也肯定只会越变越小 那我就直接大力取命就可以了 如果AI有可能变大的话 那这个自然就不对 这样CI有可能变大 那就没有办法做了 只能用线端数 行 然后我们来考虑 数方数组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我们求一个序列的 最长上升子序列 对吧 这是一个经典的DP问题 然后在你用数据结构优化之前 你大家肯定都学过一个 就是用站的方法 在占赏二分 但是这个做法 它其实不好写 就是我个人觉得 它细节非常多 也没有数双数组好写 就是说我们考虑 这转移是什么 这转移是不是 FI FI等于minFJ 对 等于 等于maxFJ加1 然后其中满足AJ小于 AI 而且J小于I 对吧 这个就是最长上升子序列的DP 那么比如 那么我开 我开个数组 就是我令数组B 为什么呢 B为所有小于I 就是对于所有J小于I 对 需要离散过 对 就假设这是一个排列 就是A是一个排列 就是说我同时定一个 定一个B数组 B数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嗯 BK是什么呢 啊 A也不一定排列 就是说A的值域要是ON的 就是BK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对于 就是所有的 NJ小于I 且就是AJ 等于K 然后FJ的最大值 那我们定义这么个数组 是不是FI就等于一个max的BK 然后其中K就叫小于AI的 NJ不可以理解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那这个时候 我在做它的时候 是相当于我首先一个负尔循环 最开始B 最开始B全是0 然后我一个负尔循环 从1到N 然后每一次我找就是B的一个前缀max 就我找B的1到AI的一个 A到AI的一个前缀max 然后同时修改 然后在求出前缀max 前缀max之后 我修改BAI 对吧 我相当于每次循环 我就干了这么两件事情 就是我把我让BAI等于max的max BAI 然后FI 就我每次都在干这么一件事情 那这个数 是不是和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区间取 就单点取命 然后询问区间最小值 询问前缀最小值 是完全相同的一个问题 只不过命都变成max了 那这个时候 我用一个树装 我用一个树装数组来维护 是不是就是非常的方便 常数也不会大呀 因为 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但树装数组 你常数可以 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就树装数的常 常数性在数据结构中 可以碰到的 几乎是最小的一个log了 可能就是仅 仅次于二分的log 应该比二分多log还小 然后第二个应用 就是逆序对统计 逆序对统计 就是大家在搞数据数据之前 肯定都学过那个规病的做法 对吧 就这可以就用 规病排序来算一个 一个的逆序对 但是规病排序算逆序对 其实也并不好写 并没有 而且长数也大 就用数据数据来怎么做呢 就我们考虑 这个统计是怎么统计的 我们每举i 对吧 我们for 应该等于1 i小等于n i加1 我们要计算的是什么 是不是所有就是 1到i中 就所有1到i中 就是全值比 就是对于所有 j小于i 我要计算就是 aj大于ai的j的个数 对吧 就还是一样 就是我定义 就是bk等于 对于所有的j小于i aj等于k 然后j的个数 对还是要离散化 那么这个时候我要统计的 是不是相当于是 b bai加1到bmax的ai 的核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前缀核 就相当于每一次 循环1到n 我开始先求一下 这个的核 然后我接着再把 bai加加 然后这样就做完了 对吧 然后这是这个 当然核桑树组 它有很严重的局限性 这局限性就是严重影响到它的应用嘛 就比如比如像我单点修改 我即使是单点修改这么简单的东西 即使是单点修改 我如果就是 我接着就单点修改 询问前缀 询问前缀最小值 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足够的简单了 但是数量速度是不是还是做不了 就如果是一个数 就是一个位置可能变大的话 数量速度仍然维护不了 数量速度它有很多很简单很简单的问题 它都做不了 它常数很小的代 而它编程复杂度小 长数小的代价 就是它的局限性也很严重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 讲一种就更实用的东西 就它叫线端数 线端数的话 其实可能联赛并不要求 联赛的数据结构 可能就只有那个堆和 树框数组 对 但是这我还稍微讲一下线端数吧 因为线端数真的很有用 就线端数它是长什么样的结构呢 就是说我对一个1到n的序列 我去建一颗线端数 其中就是线端数的根结点 根结点维护的是1到n的信息 然后它的左 然后它左儿子是分一半 就是1到1加n除以2的信息 和 然后右儿子维护的是 就是剩下一半 就是1加n除以2加1到n的信息 放到这儿就是我拿1到n键线端数 那么根结点就1n 左儿子一半 15 右儿子一半60 然后左边再切一半 右边再切一半 好 然后现在我们考虑怎么维护区间核 就比如说我考虑我现在输入一个序列 我现在输入一个序列 序列a 然后我要单点修改 询问区间核 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是不是要把这颗线端数建出来 线端数一般来说就是一个编号为k节点线端数 我左儿子让它复制为2k 右儿子让它复制为2k加1 对这是一个小的一个定义 就比如说单点修改选区间核 那我最开始是要见这颗线端数 我把这个线端数的初始信息给维护出来 就是它的编号是k1 然后l2 那么如果l等于r 然后就有一个a和一个thumb 就如果l等于r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的thumb就是k1这个节点 它的区间核是不是就等于al 然后否则我们地归 就是首先计算出它的中间节点 我们地归左儿子 然后地归右儿子 然后接着我们更新k1这个点的全值 就更新是什么 放到这里就是 就是左儿子的全值 加上左儿子的区间核 加右儿子的区间核 那像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把这颗线端数上的每一个节点的 就这样我们调用一下 buildtree 1到n 我们是不是就把线端数中每一个节点所在区间的区间核 全部都给算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只用了on的时间复杂度 这个能理解吗 对 然后我们现在考虑怎么单点修改 比如说change 我就是比如说我要把d 我要让a ap加上q吧 那么现在我要change 假设就change我也是传三个进去吗 就是说表示我现在在 我现在在以那个k1为根的节点 然后k1这个区间是lr 那么首先如果l等于r 那还是就是sumk1加上q对吧 就如果已经到s节点了 我就直接加 否则 我们考虑这次单点操作会影响到他哪个孩子呢 是不是如果mid大于等于q的话 mid大于p的话 我影响的是他的左儿子 这个时候我就change 左儿子是什么 左儿子是不是k1乘以2 然后lmid 然后否则我是不是change 他的幼儿子 然后change完之后 不要忘了就更新一下这个节点的信息 习惯性保存 对吧 然后这就是一次简单单点修改 就是这个是我自己写线段书用的模板吗 我比较喜欢这么写 然后就比如说单点修改一个p和q 我把p和q读进来 我直接change change1en 这样的话我就修改完了 或者更习惯把p和q也给传进去 就1enpq 然后这要注意的几点是什么 就是说我这儿线段数是不是倾向于就是用乘2和 函数名重了没有关系 函数名重了没有关系 因为这儿他只传了一个元素进去 这儿传了五个元素进去 在c++里头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他传的东西不一样 对 好 就是有几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模板里比较重要的几个地方是什么呢 就首先 如果一个线段数 它是在1到n建立的 那我问你这个线段数上有几个节点 是不是有2n-1个节点 因为它有n个叶子节点 然后同时它是一个满2差数 就每个节点都两个孩子 所以说它是不是一定要有n-1个非叶子节点 那是不是有2n-1个线段数节点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儿用的都是k乘以2 然后k乘以2加1 所以说 就是用这种方式存线段数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开4倍的内存 就比如我10万 我们就要开40万的数组 好 然后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我们考虑就是 这个 sum k1加等于 就我们考虑这个线段数操作的核心在于哪里 线段数操作的核心是不是在于change这个函数 就像这儿我维护区间核 就change这个函数使得就是线段数有很多各种各样拓展的可能性 比如说我们考虑接下来这些问题 比如说我单点修改询问区间颜色段的个数 就是说我开始输入一个数字a 然后ai表示表示dx节点的颜色 然后我想要知道就是 就比如说我想要知道一个区间有多少颜色段 比如像这个区间是1123441 那有几个颜色段呢 是不是11是一个颜色段 2和3个一个颜色段 4一个颜色段 1一个颜色段 总共就5个颜色段 那这时候我怎么维护呢 哦好像前面落的东西没讲 我们这边还还没有讲怎么进行区间操作 就是我们怎么对一颗线段数来进行区间操作呢 就我们怎么对一个线段数进行区间操作呢 比如说我想在线段数上找出 比如说我询问区间核 我想询问就是 L2这个区间的区间核 对吧 那么就定一个函数 好 K1 L2 就是说我在线段数节点 K1然后它代表区间是L2中 查找就是大区间L2的大L大R的前缀核 那首先第一种情况 如果小L大于大R或者大L小于 小L大于大R 或者R小于 或者小R小于大L 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明这两个区间不相交 就是这个线段数节点和那个和我的询问半方形关系都没有 那我直接Return0就可以了 第二种是大L小于等于L 然后写大R大于等于R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明这个线段数节点被那个询问区间包含 包含的话是不是这个节点中的每一个数都是要捅到答案里的 那么就直接维护直接询问SumK1 好 然后第三种情况是不是就是 这个节点中的一部分需要被考虑 那么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 我就我就递归到两个孩子 就是我递归到两个孩子 然后这样我在询问的时候 我调用EENLR 我就返回就直接求出了这个区间的 这个区间是什么 最 这个区间的和 就这个暴力DFS 就这个DFS看起来很暴力 就它相当于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搜索家 加了两个简直嘛 可以看出来吧 就是说我看就是我能不能 直接算出这个子数在答案中的贡献 如果两个区间不相交 那么贡献就是零 对吧 如果询问区间包含了当前的区间 那么它答案就是整个的和 否则我这DFS两个孩子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非常暴力 就是看起来一副我能 DFS整棵树的样子 但实际上就可以证明 它时间复杂度是一个log的 这是为什么呢 就我们依次考虑线单数的每一层 比如说线单数是不是有这么多层 我们依次考虑每一层 每一层我们区间肯定都和一些相交 然后可能这儿太那个了 比如放到这儿 比如这区间是长这样的 那么 就是我们碰到哪些节点会直接退出呢 是不是碰到这个节点 我们会直接退出 碰到一二这个节点 我们会直接退出 因为它们相离了 然后同时碰到中间的这些所有节点 我们是不是也会直接退出 因为它们被包含了 只有在这两个节点 我们会继续DFS下去 对吧 因为它们是相交的 就这例子可能没有举好1010 我们假如这儿是1011 这儿是23 就是 是不是只有两端的这两个节点 我们有可能继续DFS下去 剩下的节点我们都直接返回了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 每一层是不是最多只有两个节点 继续DFS 那我们最多DFS DFS到的节点 是不是只有两倍乘上 就是最多只有Olog级别 就每一层我们就O1个节点 继续DFS下去 那这样的话 我们总共DFS的复杂度是OlogN的 对吧 这个就是线段数算法的思路 就我怎么定位一个区间 然后这个是我平时在写的线段数模板 我觉得这个模板写起来比较好的 网上很多模板就在DFS的时候 就判L 然后R和LR的一些大小关系 分类讨论 我觉得还不如就是在 DFS开始的时候这么判一下 来的方便 虽然这样常数会稍微大一点 但是写起来爽 行 然后我们来考虑就是 怎么了吗 然后我们来考虑就是 单点修改的时候 线段数操作 它的核心是什么 要它核心 是不是在于这个change 就是说对于不同的问题 我们要维护 就是我们在线段数上维护的是不同的东西 比如像这儿 我们要询问区间核 我们是不是就单纯的就维护一下 每个区间的核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放到这儿 就是我现在假设 假设我要就是 单点修改 询问就是区间颜色段的个数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就比如说我要 我要询问就是区间的颜色段个数 就颜色段怎么定义 我刚才已经和大家说了 那这时候我要线段数维护哪些量呢 首先 我维护一个F 就表示 我当成这个线段数区间 对 就是说我在这个线段数区间中 它总有多少段颜色 但是我们光维护F是不行的 对吧 因为我们要从两个孩子的信息 合并出负节点的信息 我光记录就是两个孩子 分别有几段颜色 比如照有A段颜色 照有B段颜色 我 那么他跟 就是他父亲节点 这个区间 他颜色个数可能是A加B 也有可能是A加B减1 对吧 就比如左儿子是 左儿子是112 右儿子是211 那么左边是不是有两段 右边有两段 那负节点只有三段对吧 那我还要再记录什么呢 我还要记录一个 CL 和CR 就是说这个区间最左端的颜色 和最右端的颜色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进行合并了 就CLK1等于CLK1乘以2 就是说 左端的颜色 等于左儿子左端的颜色 右端的颜色 等于 右儿子右端的颜色 然后他有几段呢 他的段数等于 左儿子的段数 加上右儿子的段数 然后如果 左儿子右端的颜色 等于右儿子左端的颜色 那么是不是说明 就是左儿子最右边那一段 和右儿子最左边那一段 合并到一起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让 FKE减等于 就说 线段数操作 它的所有东西都是 而这单点修改线段数 它的核心就在于Change 就你要根据具体的问题 来设计 你到底要维护什么 然后把维护的东西 就是怎么 怎么从两个孩子 合并上来 写到Change函数里 对 这就现在操作核心 然后给我再举个例子 我单点修改 询问区间最大子段和 最大子段和 就是我从一个区间里头 你可以随便挑个子区间 最大化这个子区间的和 那怎么做呢 首先我肯定要记得 就是每个区间 它的 它的最大的子区间和 但是这样还不够对吧 我们考虑 考虑怎么合并 对 就是说 一个大区间 我们就开始po成两段 我们相当于知道 左边这一段 它的答案和右边这一段的答案 那我考虑 这个大区间的任意子区间 第一种情况 这个子区间整个落在左边 那我是不是直接去 去左边的答案就可以了 第二种情况是 这个区间整个的落在了右边 那我直接去右边答案就行了 第三种情况是 是它落在中间 就是它等于左半边的一个后坠 加上右半边的一个前坠 那我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相当于 右边要取就是 左边 就是左半边这个 我要取什么呢 是不是要取左边这个区间的 最大后坠 然后这我要取右边这个区间的 最大前坠 所以我还要维护两个东西 就是每一个 现在处区间的最大 最大的前坠核 和一个最大的后坠核 但是这样够了吗 这样还是不够 为什么呢 我们考虑怎么维护一个 区间的最大前坠核和 最大后坠核 那它是不是有两种情况 哎呦 第一种情况 是这个后坠 没有跨过中轴线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是 左半边的最大 最大前坠核 第二种情况 是它跨过了中轴线 那它是不是相当于 是左半边的核 再加上右半边的 最大前坠核 那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还要再 维护一下区间核 相当于我们维护 这么多个东西 就这个代表着 就是最大区间核 而就代表区间中的 最最最大字段核 这个代表是 最大前坠核 这代表是 最大后坠核 这个表示的是 这个表示的是 区间核 那我劝据怎么写呢 那么劝据 我首先维护上 上k1就等于左边 加上右边 好 然后接着 我考虑维护前坠核 那么k1等于什么 就取个max 就是左儿子的前坠核 加上左儿子的核 加右儿子的前坠核 然后它的后坠核 等于什么呢 等于右儿子最大的后坠核 和右儿子的核 加上左儿子的最大后坠核 然后最后我们来更新 ons ons等于什么 首先都在左边 答案是左儿子的ons 都在右边 答案是右儿子的ons 然后横跨中间 是不是就是 横跨中间是什么 是不是左儿子的最大后继 加右儿子的最大前驱 就是前坠 就是最大后继和最大前坠 那我这儿是不是更新完了 就是说我现段数模板 在其他地方像这些就几乎不变的 这儿稍微变一下 这其他都几乎不变的 唯一就是要设计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欠举这个函数 能理解吗 就这儿都听得懂吧 没有问题吧 行 那么什么样的问题 我不能用现段数人来解呢 就比如说我发现 我没有办法合并两端的信息 就我没有办法 就是剖开了之后 就我没有办法剖开了之后 就把这个区间 就我算了左儿子的答案 我算了右儿子的答案 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答案 给合并起来 把他们的信息合并起来 那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就不能用现段数来做了 比如说我想想看 我能不能举个例子 有什么例子呢 例子可能比较难找 算了 反正就是 不能现段数数据做 就单点修改的时候 我要考虑就这么一点 就是说我把一个区间LR 给剖成L密的 L密的加1R之后 我能不能就是 通过这两个的信息 把它给合并出来 然后我也是根据 然后正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我们要根据就是 就考虑到合并的时候 需要的信息 来维护现段数的东西 比如说刚才分析那个问题 我要维护就是最大子段和 然后我们看合并的时候 我们要用到什么 我们要用 我们还要额外用掉 要用到那个前缀核和后缀核 所以说我们再维护这两个东西 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我们要维护这两个东西 我们又要新记录什么呢 又要新记录就是 每个区间的前缀核 它相当于是一个 迭代变多的过程嘛 如果要维护一个东西 我就要维护很多其他的东西 我就再要维护 其他更多的东西 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直到把所有东西都维护了为止 就是说有很多时候 写限端数题就要细心一点 你不要漏了一些 你需要维护的东西 没有去维护 这样就写不出来了 行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限端数的揽标记 揽标记的话 像这三个问题 就留给大家自己思考了 因为那个现在时间有限 我把这三个问题就 题号发给大家 我给大家主要讲一下 揽标记是 是怎么考虑的 就比如再上这么一棵线段数 我想要对它进行区间加 然后询问区间核 那在我们刚才那个 刚才的讨论中 我这里已经求 已经知道了 就是怎么单点修改 学问区间核 那我区间加的话 我是不是一口气修改了N个数 就修改了ON级别的数 那我这时候 再用那个单点修改的思想来做的话 我是不是就 时间法度就报到了N方落格 这时候我们想法是什么呢 首先对于一次区间加 比如说我们对区间加 5到9这个区间吧 那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定位出 就线段数上 LogN的区间 然后就这LogN区间就是 我这次区间加 就是正好地完整了 包含这些区间 就这些区间中 所有的数都被增加了 那这个时候 我就在这些节点上 打一个标记 就我对每一个节点 I 我记个标记AI 表示说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子数中的所有数 都加上AI 就这区间中 所有数都需要加上AI 然后我就放在这边 比如说我这打一个标记 这个子数中 所有数都要加上AI 然后我暂时先不去管 它的左边和右边 哇你们讲完了 就是说我暂时 不管它左边和右边 我直接返回 那这样的话我通过打这个 就它为什么叫懒标记呢 就是说我一旦定位到 一个包含的区间 我就不去处理下面了 我就偷懒 不去处理下面的东西了 就一个很懒的体现 对吧 就下面所有数 我们都不管它 然后我们就直接返回 然后这一步的时间复杂度 是不是一个Log的 就LogN的 就是定位N个区间的 时间复杂度 然后接着我们 就是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访问一个点的信息 比如说我在访问他的时候 我现在要访问他的两个孩子 然后但是在他的时候 他有个懒标记AI 对吧 有个加AI的懒标记 我们就让左端点加上AI 右端点也加上AI 然后右端点也加上AI 然后把这个懒标记清零 这就把懒标记给push下去 然后我们在打上懒标记的时候 我们就同时还需要更新 就是每个区间的信息 就相当于放到这 我的区间加怎么加 比如说我要给区间 L2加上一个X 那就是 add all 对吧 在这和刚才一样 就是如果他们相离 直接返回 如果包含 就 如果包含 我们就给 就给这个区间中的所有数 都都加上一个X 那么sum会怎么变化呢 sumk1是不是就会变成 sumk1就要加上X 乘上一个2-L加1 对吧 因为每个数都增大了X 然后同时我们懒标记 我们比如记在A这个数组上好了 懒标记我们记A这个数组 然后区间和我们记在sum这个数组里 我们就再把AK1加上X 就表示我打一个懒标记 返回 然后接着还是一样 就我们密的 然后加2又一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要访问他的孩子 就是说形成一个习惯 就是说我有懒标记的题 我一旦要访问孩子 我就把标记给push down下去 就push down表示 我把一个懒标记都给push下去 就什么叫push呢 就比如说我要push down 一个某一个节点的懒标记 那么它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给他的左儿子 为他左儿子加上他懒标记的值 给他的右儿子加上他懒标记的值 因为这是懒标记 就是说我在加这些数的时候 我并没有需要他的孩子 现在我把这个标记push下去 我就把他的两个孩子 都全部都加上这个词 就相当于把我之前 脱懒做的操作 这一步就做一部分回来 然后已经push下去之后 我们就让AK1变成0 这就懒标记 然后这个add就是这儿干的事情 就把他的区间和 加上X乘以区间的长度 然后我们push down之后 我们再和刚才一样 就add all 就在地归两个孩子 然后最后地归孩子加完之后 我们还需要更新一下他的信息 全gk 然后find也是一样 就find就相当于 在这个地方也加一句push down 就是说有了懒标记 就是说我们每一次 每一次要访问一个节点孩子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都不要忘了 就是push down一下这个节点的标记 就是这一部分大家能听懂吗 就是说懒标记 我就相当于是记一下 就我把这个区间中所有数都加上X 行 那我们考虑就是有懒标记的限单数 就是他的核心是什么 首先他的核心是 change 就change依然是他的核心 你依然要设计一些东西 就是使得我能合并两个孩子的信息 然后接着push down 是不是也是他的核心 就是我要把 我要想办法把一个标记给push下去 就其实 然后push down它涉及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涉及的就是两个标记的合并 就比如像这 我对一个节点有一个加加k1的合并 比如加5的合并 然后我可能会push down一个加6的揽标记 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两两个揽标记给合并成一个加11的揽标记 就能理解吧 就它涉及push down它关键在于两个揽标记的合并 然后第三个核心什么 第三核心在于这里 在于add这个地方 就是说第三个核心在于什么 就是说我再给 再给一个节点 打上揽标记的时候 就是需要快速更新 维护的信息 像这我维护的是区间合 那我在打上揽标记的时候 我就直接加上区间的长度 区间长度乘上加的数值 就我快速就更新了 然后所以说有揽标记线段数 必须要满足这三个条件 首先就是一个节点的信息 能由两个孩子合并得到 其次两个标记是可以合并的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给一个节点打上揽标记的时候 需要能够快速更新我们维护的信息 然后比如说像刚才的区间加减 询问区间合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成功例子 那有什么是不能这么做的呢 比如说像我区区间取命 就是让所有 所有在L2区间中的数 我们把AI变成 就是AI和X的较小值 然后询问就是询问区间合 那我们来看这个操作 不满足什么条件 首先区间合是不是还是可以change的 就还是可以从两个孩子更新得到 然后两个标记是不是也可以合并的 就是对A取命 和对B取命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合并成一个对 对他们两个的较小值取命的这么一个操作 就关键不满足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把一个区间 就AI全部都变成 命AIX 我没有办法快速的得到这个区间 更新后的值 对吧 因为它有些数可能变了 有些数没有变 就所以说它不满足第三点条件 所以说它不能用揽标记来做 然后比如像一个非常著名的题目 就是区间开根号 就把AI变成 SQRT 开根号 然后这再下下取诊 比如说我把AI变成这个 就我开根号下取诊 然后询问区间合 是不是我也没有办法用揽标记来做 也是不满足第三个条件 因为我给一个节点 整体开根号 我没有办法维护 就快速维护我所需要的信息 就是我没有办法知道一个区间 我现在知道一个区间的区间合 然后我给这个区间打了根号 那我没有办法快速得到 就是开了根号之后 这个区间的信息合 这个区间的合 就这是一些不满足揽标记的一些案例 所以说就是 就所以说就是揽标记 它仍然是有些局限性的 就是就有一些就是非典型的 就是线段数的一些处理的一些方法 然后但是这 但是这些显然是提高组不要求的 所以我们知道就不提了 就大家只要知道 就你看到一个题 你要看出来就是 你也不能看到 就像区间操作 询问区间什么东西 你就无脑放个线段数上去 就你要分辨一下 就这个题能不能用 线段数的揽标记来做 如果不能用的话 你就可以就可以尽快想一些其他的思路 而不要就是 就一言不合就开始写 然后写着写着发现 整个想错了 这样就很浪费时间 行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关于善用STL 就是说作为 作为C++选手 就是非常 就是在打OI比赛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要会用STL 就是比如像你在打提高组的时候 首先最 就是最常用到的就是优先队列 就这样就定 就定义了一个优先队列 然后优先队列操作就有 也是有就是push一个数进去 然后pop就是pop 还杜老师 还杜老师 优先队列是大跟堆还是小跟堆 大跟吗 好 就优先队列默认是一个大跟堆 就是说你push一个数进去 就你每次可以push一些数进去 然后pop的时候 就是他会把那个最大的数给弹出来 就把这个集合中最大的数给删掉 然后top就是他最大的数 然后同时和和那个战和队列一样 还有一些比如像空 就是如果是空就是去 如果不空就是force 然后以及size就大小 然后这个就优先队列 这样你可以省得去写堆 然后如果不能用优先队列的情况 就大部分就是 就是需要可并堆啊这种东西 你写个左边数就可以了 就是二叉数 二叉堆写不六 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然后第二个经常会用到就是一个map 就map可以拿来干什么呢 就比如说我要我想要知道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想要知道 就map其实它就相当于 就你可以当数组来用 比如像map int int 就是它第一位代表是什么 代表就是数组建值的类型 就比如像你这么定义了 就可以像数组一样 比如访问一些非常大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给它复值 然后对它进行加减 然后对它进行访问 然后它并不局限于int 它可以是比如是string 就你可以访问这种东西 就你也可以当数组来用 就以字符串为下标的数组 然后map在内部实现的时候 是用就是平数来实现的 就是用红黑数来实现的 然后它时间复杂度是单次落根 就是你用这个东西 你在比赛的时候用它复杂度 还是可以接受的 并不会卖一个n 然后它有什么用处呢 首先比如你在做一些 比较就比较恶心的计计划搜索 你在做一些计计划搜索的时候 你是要压状态对吧 你要把就是相同状态的 值给记录下来 那怎么记呢 我就可以用个map来记 比如它的状态是一个string 对吧 比如状态它是一个string 那我就记录stringintm 然后那么我每一次就是 比如说我dp出了 我计划搜索出搜索出之后 我搜索出状态是asd这个串 它的dp值是10 我就可以直接复制 这样就非常方便 就是你用数组来存的话 你还要写一个哈希表 把字符串给对应到数组的下标中 这样就非常麻烦 你用map写就非常方便 非常复杂度稍微裂一些 然后比如说就是像这样 给你n个整数 问它有多少种不同的数字 那这时候你就直接用map写 对吧 就直接for 然后如果 mac ai等于等于0 那么就ons++ 对吧 就把没有出现过 就把答案加1 然后把它标记为出现过 这样写就非常方便 然后你要降到更多的复杂度的话 你就得写个哈希表 但是哈希表写起来 也并不是那么的方便 对吧 并没有map这么当数组用来的方便 然后这是map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常用的 就是set 就set它基本操作是什么呢 set它比如你可以往里头 就set是这么定义的 就表示set里头是一个整形 你可以往里头塞整数 就塞一些 就insert一些东西进去 同时你也可以在里头删除一些数 就删除10 删除100 你还可以干什么呢 你还可以就是查找 查找s中 大于等于 k的最小值 就这个时候就用到一个叫做 lowabound的东西 就是在set里怎么写呢 就要用到CI家里的一个叠代器 就是具体的语法是这样的 等于s.lowabound的k 然后这时候这个叠代器指向的值 就是这个答案 就是大于等于它的最大最小值 然后大于它的最小值是什么呢 就是用upperbound 然后这就是答案 然后比如说你想求小于等于 小于k的最大值 那怎么办呢 我首先先lowabound的出来 得到就是大于等于它的最小值 那么它往前一个数 第一个比它小的数 是不是就是答案 那么就让k减减 就k往前走一位 在cout 我说非常方便 就是说你想要找就是像 大于它的最小值 小于它的最大值 大于等于它的最小值 小于等于它的最大值 你都可以用set来方便的实现 然后具体关于叠代器智 怎么用 大家可以就是网上搜一下 就有很多这样的教程 或者就提一下 告诉大家怎么用就可以了 然后 可以 就是 就比如说你可以 比如说你自己定义了一个 你自己定义了一个变量 就自己定义一个类型 就像xy 然后你想想它们大小关系是 对 你要重载它 就是你重载它的小于号 就是你定义它们的小于关系 比如说它们是 首先看第一位 然后如果相同看第二位 然后我重载了之后 我就可以在 在那个 setmap里头用了 对 跟优先对列一样 对 优先对列 你要 你要用自己cmp 你要重载它的大小 大于号和小于号 nip可以用map和set 没有问题 就是 对于stl的使用 早 早就已经放开了 就是 但是在nip里头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就是ccf ccf的评测机 就是非常的慢 就是 你写 你写标算 都有可能被卡常数 就是 你尽可能的不要用map和set 除非是 像第一题 第二 像第一题这种送分的题 它 肯定不会来卡你 你就用了map和set 没有关系 nip有些时候不开o2 即使你开了o2 你的map 肯定也没有哈希表块 对吧 对 然后 还有一个东西 就叫做 就是map 它 它是用红黑数来实现的 对吧 还有个东西叫 onorder the map 就这个东西 是要improve的 就是这个 它是一个o1的 它是用哈希表来实现的 然后 你要用这个东西 是和那个map 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这玩意 它必须要C++11才能用 然后 nip nip 之用 好像并不支持C++11 所以就用不了 但在打cf 这种时候 使用得到的 就像打cf 打那个tc 都可以用得到 onorder the map 就是说 反正不管怎么样 stl的常数都是大的 然后 你在打noi 神选 这种时候 关系不大 但是如果是做noip 就noip 因为它评测机实在是太慢了 所以说你一旦用一个 常数稍微大点的东西 你基本上就只有 它会卡你5分 或者卡你10分 这样就 也挺不爽 对吧 如果你只是奔着一个一等奖 或者奔着四五百分去的话 那你可以 你就用这些stl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你写一个map拿90分 你引用一个map拿90分 和写一个hash表拿100分 其实差不了多少 性价比并不高 但是比如你奔着满分去的话 你奔着满分去的话 你就肯定是不能用stl了 你要控制住你的手 不能include任何stl 不然你就要被卡常数 管住自己的双手 行 那今天讲的内容 大致就这些 然后我上课写的就是 我上课写的这些东西 我都存下来 我会和课间一起 打个爆发群里的 然后密码就和昨天一样 都是今天的日期 就是2017.0123 然后题目的话 我会就是晚上过会 哦好可以 那我去找八中上 我八中上去找一题 现在说的代码 我把它放摩托里好了 行 那今天就群号你还没有加吗 我找一下群号 对群号是这 呃 明天我看一下 明天课表 对明天在页面上有写 明天应该是倍增吗 还是什么 高精度与倍增 高精度你们需要学吗 要不要给给你们讲讲一下 比如像分制乘法呀 FFT啊这种东西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稍微提一下 对行 呃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那谢谢大家 knew 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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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T 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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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ンバ 边